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向编辑的节目 今集想跟大家讲讲关于美国的话题 早两天有美国媒体报导 关于这个 纽约法律学院有一名毕业生 他毕业时发表了演讲 但当他是演讲时 换例除了由礼堂上的学生观众大声欢呼之外 但就导致这家学校的校方感到非常不满 更加忍耐美国议员的关注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我们编辑部《正开煲》和《沙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了 首先要讲这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据说他就是来自也门的移民后代 他的名字叫做法帝马蒙德 名字就平平无奇 很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女生都叫做法帝马 据说这名是高材生 他在读纽约城市大学之前 就已经在另一间学院里获得 法律与社会学学士学位 由于他成绩出众 他更加获得美国国家律师协会的暑期法律实习生 在律师协会的推荐下进入了纽约城市大学 攻读法律学 现在他是正式毕业 照计就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 他就在法律学院的毕业礼上发表了演讲 呼吁毕业生要继续进行革命 更加要对付这个法律系统长期存在的白人至上主义 还值得纽约市警察部门、军队以及以色列 都是充满着法西斯主义的嘛 据说这名女生是住在纽约皇后区的 她在毕业礼上更加支持学生继续进行社会运动 而且她更加在毕业礼上直斥校方 在立场上竟然支持当地警察和当地武装力量 来到去镇压她所说的镇压示威者 她就说她和很多人一样是法律学院毕业都是充满着使命 就是要从她所学之中为人类作出服务 事实上纽约法律学院在美国来说是一个少数有几个法律机构之一 她演讲的时候更加值得当她读过法律之后更加明白到白人至上主义是什么回事 还说这种白人至上主义继续在其他国家以及世界各地压迫着不同的人民 最初法律学院也将她毕业礼上的视频上上传到YouTube 不过这条视频引来大量的网民指责 后来校方就将这条视频删除了 你删除了更糟糕 竟然引来很多学生来批评校方不尊重言论自由 所以这条视频也再次重新放上YouTube 在她毕业礼的讲话里更加批评了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 她还说她希望能够透过她所学可以对她社区有更多的帮助 尤其是在她社区里有大量需要法律援助的人 她更加鼓励所有的毕业生都要加入这个反抗压迫的系统里面 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着破坏和暴力 以及对财富有无尽饥渴的帝国 这个是一个压迫系统 这个压迫系统借着恐吓、霸凌 以及压迫一些抵抗美国的人的声音 还有她在毕业上更加直戏校方 在对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人的立场里面 竟然站在以色列那一边 她更加呼吁所有在法学院毕业的学生 都应该要对被囚禁的人伸出援手 帮他们打官司 同时也要为这些受压迫的人争取庇护权 而根据这名女生的说法 她更加说 美国充满着种族主义、激进主义 以及自私自利的人 还赋予所有毕业生 要继续对抗这个令我们失望的机构 这个机构就是指这间法律学院的机构 还有更加是痛斥 美国是一个充满着法西斯主义 他们训练一些警察、军队 都是继续压迫这些有色人种的 更加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暴力 接着她也呼吁其他毕业生 撤除资本主义的制度 要用我们的愤怒 来对抗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 以及犹太人民族主义 她还说 好一个人能够可以拯救到世界 也不能透过一个单一的运动 就能够解放全人类 尤其是那些承受猛烈打击的人 以及那些带有革命热情的人 他们都是需要保护的人 而他们也将会承载着这一场革命 而且革命已经在我们所有毕业生的心里面燃烧起来 我们不会向压迫者屈服 更加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一些已经堕落的人里面 接着也引述在五月初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则案件 据称是一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 就在纽约地铁里面 杀害了一名黑人的牢宿者 他还说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因为纽约市的市长和纽约市的参议员 以及一干的政客 是继续对这些杀人的行为表达支持的 接着他就说 我们的社区应该要站出来 不能再沉默了 要站出来保护那些受压迫 受摧毁的人 而且他还说 要团结世界受压迫的人 要打到帝国主义 大致上这名女学生 就是说了这番这样的说话 老实说 当我看到这则报道他这样讲话 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这个人是美国读法律的 这个人 由于他过往是高材生 他更获得当地的国家律师协会所资助 还有 由于他不是国际留学生 在求学期间 他的学费有相当部分的 是来自美国的资助 但是细猜不到 现在毕业了 竟然就在毕业礼上 说一番充满着反对美国的说话 我差点漏了 他最后做了一段这样的说话 他说 圆天堂里的欢乐 兴奋和愤怒 成为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 种族主义 帝国主义 犹太福国主义的燃料 没有人能够可以拯救世界 或者单靠单一个运动 就能够解放受压迹的人物 我们要对凶猛的 而又暴力的压迹者对抗 更加保护我们需要保护的人 我们一起来进行这场革命吧 哈哈哈哈 老实说 我看完他这番说话 我感到很震惊 露了嘴 有什么理由 你一个法律毕业生 竟然充满着这么大 这么莫名的仇恨 究竟他读书 是否就是为了摧毁美国呢 由于 他在毕业礼上说这番说话 真是非常吓人 也引来一些国会议员所关注 其中一名 来自德州的参议员Tick Cruz 他就直斥 这个人除了诽谤以色列 和庆祝反犹太主义 更加要求释放在监狱中的暴力分子 以及直斥 纽约警察局 是充满着法西斯主义 而最令人讽刺的就是 他所读的法律学院 是由政府的税金来支付的 而另一名国会议员 Mike Lawer 他更加说 如果某一家大学 竟然有人尊扬反犹太主义 我们就要剥夺他们的资金 纽约大学出现一些这样的学生 他们应该要感到羞耻 更加不应该再从联邦继续获得资金 而另一名美国前议员Lee Seiden 他就这么说 这种反犹太主义 已经圆圆圈圈吞逝了纽约大学 对于政府进行彻底改革之前 我们必须要停止资助这些学校 纽约大学应该要为他们 教出这样的学生感到羞耻 不能再向他们提供任何的资金 而另一名来自纽约学区的负责人 Joe Pitten 他就这么说 听完他这一番长达13分钟 充满着仇恨的毕业演讲 你会了解到他对法律、对警察 可以说得上是完全无知的 作为一名纽约居民 我觉得对我们会资助这些教育机构感到震惊 事实上这名女学生 她在学校里面 都是一向以狂热见清的 曾经在学校 张贴一些不欢迎犹太人的海报 更加要求换走一些犹太人的教授 还有他更加曾经在学校宣传过 犹太裔的学生不能够出现在 有巴勒斯坦人的地方 他所指就是有巴勒斯坦的学生所居住的地方 这些这么明显的反犹太言论 或者充满着种族主义的言论 当地学校就没有阻止不得止 还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 给她在毕业礼的时候大肆宣扬 有时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竟然容许一个这样的人 散播一些种族主义的说话 其实美国的教育制度 是不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会培养了一些恐怖分子出来的呢 这种在美国生活 美国长大的人 长大了之后 成为最坚实的反美主义者 这种人在美国都是差不少的 在过往ISIS肆虐的时候 曾经有不少的美国人 他们很多都在美国受教育 美国长大的 大过了之后 竟然一心想摧毁美国 曾经有另一名 又是来自也门的一名移民后裔 他跑到敘利亚 嫁给了一名圣战分子 更加拍一条视频当众 把他手上的美国护照烧了 不过很不幸的就是 他嫁到这些圣战组织 他的丈夫很快就战死 然后嫁完一个又一个 他身边的丈夫转完一个又一个 之后他也带着 从恐怖分子生下来的小孩 就逗留在难民营 后来他就后悔想回美国 当然了 美国政府就吊烧了他的国籍了 到目前为止 仍然有相当部分的人 还留在敘利亚的难民营 而且这些都是美国人 不过恐怕这些这么傻的人 这世上都不能回美国 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 美国的教育制度 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还是真的 美国充满着巨大的压迫 所以令到这些学生 都充满着愁恨呢 这一点我认为 美国他自己本身 就应该要好好反思一下 为什么呢 他训练一些恐怖主义分子出来的呢 不过这种问题 也不只是美国独有的 其实中国也出过不少 鞭绝反中国的人 你看2019年出现的黑暴 就知道很多人 尤其是像罗冠聪这种人 他在内地出生 内地长大 然后去到香港居住 香港求学 他更加在香港毕业的 但是现在好像罗冠聪这种人 自己犯了法 就跑了去外国 然后就变成一个 非常坚实的反华主义者 所以这种白眼狼 不只是美国有 中国也有 而且也不少 好了 今次我就说到这为止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